那复语 故发巨君 以二十亿个逼日 逼日善知识 我们看这二十亿预逼善知识 第一个是为父母 善知识是父母 善知识是野木 有野你才能看 有酒你才能走 善知识好比替凳 有楼梯有凳子你才能向上爬 善知识是印识 活流 善知识是财宝 让我们在菩萨道里面 没有缺乱 善知识好比是日语 白天太阳照我们 晚上月光照我们 善知识好比是日语 世识好 教如的清净啊 为什么叫你清净 善知识是财宝 善知识功德太大了 他真的能成就你 能保存你 那当时大了 那当时大中 善知识好比是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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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识好处 整口血 李老四在太中 三十八年 没有人认识 非常感慨 学生当中 居住这三个条件 就少 真诚 亲近 恭敬 我在年轻时候 这三个条件 有 跟古人比 不结合 跟现代人比 也就难能 可贵了 我自己成熟 我的真诚 亲近恭敬 可以到三十分 跟古人比 不及格 古人 至少有六七十分 他们的成就 扎实 我只有古人一半 能够获得 方老师 张家大师 李老师的教会 凭什么 就凭这一点 别人跟我比呢 大概只有个五分 十分 我有三十分 不同的地方 就在四地 那么真诚恭敬心 装不出来 那这是 小时候 父母教的 那 校养父母 尊私 忠道 孩童的时候 这一桩事情 比什么都重要 那会影响他一生 不是短时间 那为什么 多少年轻人 方老师的学生多 离老师的学生更多 为什么成就有限 问题不在老师里面 在学生 心态 那这个心态 不是长大学来的 是从小培养的 所以 找不到 传人 老师 找不到传人 我们就能够理解 为什么找不到 没有父母 从小 培养子女 这就难了 现在 整个社会 把这段事情 都说过了 到哪里 去找传人 早年 我们在卢江 半传统文化 那是十一年 成败 关键 在老师 我们采取 网络报名 报名的人 将近四百人 三百多人 金条细学 选出三十七个人 那是什么 就是 知足 真诚 勤劫 共进 真正有爱心 有使命感 才做真功了 不是随随便便的 他们两个月 若是 弟子归 感应篇 十三一套 真正做到了 做出最好的榜样 才能开始教训 才能看动人 言行 言教人心 所讲的 统统自己能做到 做不到的 不能讲 讲的人也不相信 首先要求自己 才能教化众生 事故 原觉经 普教品 普劝 默示众生 欲修行者 应当尽命 共思善有 思善知识 且 共进善知识者 守在 如教奉行 此一 神难 善知识 对你要求的什么 他所讲的 你有没有做到 你要是做不到 就难了 所以 经上有这样一句 文法 内心 此业为难 善知识 真的 年日 难时 不容易遇到 遇到 彼此认识 也是非常困难的 事情 学生 认识老师 老师 认识学生 这个学生 可不可救 能不能传 老师会看到我 学生 对老师 有信心 没有怀疑 如果 老师教的 对他 有怀疑 有成见 那就真难了 这个老师 无法教你 所以 唐于 比善知识 所 所 是 不能 信守 奉行 再良意 素手 如是 再 欲通 为语 接受 老师的教诲 一定要 依教 奉行 不能 依教 奉行 遇到 等于 没有遇到 他再好 也无法 保你 一定要听话 一定要 依教 奉行 老师 对 学生的 要求 今天 时间到了 我们就 学到 师弟 学生的 机 辽 小刀 手